在今天这段节目里面 我们要来跟各位谈论一个重要的主题 叫做怎么样写某一种学校申请的论文的题目 叫做Why School 为什么这种学校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学校 那么每次我们每年在跟学生做这个brainstorming的时候 都跟学生说 这就像一封你要写给将来要去念的大学的招生官的一封情书一样 那么当你在写情书的时候 当然你希望对方阅读了你的情书之后 对你产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对你这也能够产生一个好奇感 然后希望在接着审核文件的时候能够多了解这一个人 那么在你这封情书里面 你也要特别来告诉这个对方 你对他多么的心仪 你对他有多么的了解 你对他的这个初步的观察跟细微的观察是什么 还有你可能询问过这个他周边的人对他的这个见解是什么 于是你希望能够让他有进一步的机会了解你 你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他 并且有机会能够跟他出去约会 那么这就是一封成功的情书 在这个大学的申请作文里面 每次在跟学生讨论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的counselor其实是感到非常有兴趣的 因为在学校的选择上面如果遇到这种题目的话 那么就是能够让学生有大大发挥的这个机会 很多的学校其实在论文的题目上面其实都会选择这样子的题目都会有这样子的题目出现 举个例子来说南加大USC他们的其中的一篇短篇的这个题目呢 要学生写250个字 那么这个题目的内容呢 问的就是你希望到南加大来念的第一个专业主修是什么 第二个专业主修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你要到南加大来 那么像有一些学生也想要到这个波士顿地区去 那么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学校就是BU Boston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 那么这个学校呢 问的题目就像你希望知道 他们希望知道学生到波士顿大学来 要念什么专业 然后呢也是需要学生写250个字 我们在往东推哦 在东部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大学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很多的学科都非常的优秀 很多学生想要到那边去念商 有人想念法 有人想念医 就是纽约大学 那么NYU的题目很长 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多长 这么长的题目 其实它要学生写的是400个字的这个短篇的作文 那么看了这么长的一个题目了之后 其实重点在最后面的那两个字 叫做Y NYU 为什么你要选择纽约大学 所以像诸如此类这样子的题目 我们都将它归类成 你要告诉大学 你为什么要去选择这个学校 那么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 我们来谈一谈 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样来书写这样的题目的内容 学校要知道的 当然有一些东西是你在网络上面搜寻得到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在这样子的作文里面 好好的发挥的话 那么其实你就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学知道你对它有多么的心仪 多么的想要将这个学校列入成你的目标大学 所以在这里我要提供有两件事情是学生尽量不要谈的 那么也教您怎么样在遇到这种Y school的学校的时候 能够好好的发挥 什么样的讯息不能谈呢 第一个就是请你不要去 mention 不要去提到学校的排名有多好 很多的这个亚裔的家庭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很多的因素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影响 或者是学校老师的影响 那么对这个学校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个人的情感的因素 没有太多的这个经验 所以呢你可能翻开这个US News 看一下学校的排名 你就来赶快谈一下这个学校有多好又多好 他的这个排名有多高 那么像这样子呢 这种排名的非常粗浅的这种题目 如果你写在文章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不愿意不建议学生书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你其实就浪费了这样子一个好的题目 所以不要去谈这个学校的排名 那么第二个尽量去避免谈论 学校有关学校一些争议性的议题 例如最近还蛮这个有趣的一个新闻 关于耶鲁大学 那么最近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运动啊 自由主义的人 他们开始针对这个耶鲁大学要求 耶鲁大学要将耶鲁这两个字去除 因为他们说这个当初创办学校的这个耶鲁 它其实是跟这个人权主义是相违背的 那么所以如果你在挑选学校的时候 遇到这个学校它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上面 尤其他们创办人或者是相关的学校历史 是比较争议性题目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尽量的去避免 所以两件不要做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不要去很不浅的谈学校的排名而已 那么第二个避免去谈论跟学校相关的 具争议性的这些议题 那么你到底该谈什么 然后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建议学生的就是要有一个想法 然后这些想法要写在一张纸上面 要是一个具体的这些要点 那么这些要点呢 包含的有可能你谈到的是环境的因素 气候的因素 那么这个学校能够提供怎么样 关于将来你要念本科的研究的 这个大环境的因素 那么你也可以提到在学校里面 他们学校有多么强的这个research的背景 他们现在结合最新发展的这个专业 学校怎么样来做运作 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学生 朝着未来的生涯做准备 谈完你的这个事实的论述的之后 最重要的是要跟你自己要产生一个连结 那么在这中间的连结就非常重要了 那在这中间的连结也就是能够特别反映出来 你是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 你这封情书是不是只是很敷衍 或者是你真的是心有所移的花了时间做你的功课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特别也谈到 Y-Score这样子的大学论文写作不论字数的限制是250字 400字或者是有时候会有350字 在文章的内容里面你一定要有具体的陈述 而且要有detail就是这些细微部分的描述 跟你自己本身的强项做一个连结之后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学论文写作 南加州学院在6月20号开始 要开始开设我们今年第二个T次的论文写作课 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咨询或者是服务的话 非常欢迎您跟我们洽询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